唐太宗当年爱了什么程度 直接下遗嘱吩咐 陪子 放我墨里 马斌说着讲这里不一样 大家好我是马斌 可能各位看到标题就知道我们今天讲的是谁 但是还是呢 先让我卖个关子 先从我手里这幅字说起 用河九年岁在鬼丑 这篇蓝亭奇緒字体细腻结构多变 用这个偏若惊鸿宛 宛若游龙来喜欢他最贴切 唐太宗当年爱了什么程度 直接下遗嘱吩咐 陪子 放我墨里 这在当时这篇天下第一行书横空出世 更是引得世人争先落法 我们今天介绍这位出生的狼牙 这个狼牙有些说在山东林漪 有些说在山东青岛 反正呢 现在青岛有个酒是叫狼牙台 是中国很著名的高度烈酒 76度多 度数很高 那这位是出生在狼牙 却独爱绍兴 是书法大家 谁啊 诶 王羲之 我们在回顾王羲之一生收获 尤其是他的前半生 心中是十分的愤的 那不仅是因为为他感到不吃 也为那个时代感到悲凉 这还得从他出生的时候说起 公元前303年 王羲之出生在狼牙王室 是个显赫的王家 在百姓看来 王与马共天下 怎么讲呢 就这个王家全是 足以和帝王司马家 是相抗衡的 自小的 吃好的 穿好的 那王羲之自然也 不需要想寻常百姓呀 为身后所奔波 这也对他从小 那个性格的养成 有很大的影响 关于王羲之的性格先按下步表 好景不长 由于当时整个国家战乱纷争 内部不团结 外部有些北方的胡人入侵 所以冬季很快就灭亡了 王室一家的无奈是难迁难度 这一路难下 年仅五岁的王羲之就看惯了人间冷暖 可即使如此呢 他仍然每天是坚持他的爱好 什么 脸字 当时他吃米脸字 有时候连饭都顾不上吃 有人给端来饭了 什么饭啊 馒头蒜泥 我就纳闷了 你比如说这个蒜泥啊 你要这个吃饺子 吃包子 弄点醋 弄点蒜泥行 这馒头蒜泥 这怎么吃 反正不知道啊 二会儿 这个仆人又来了 发现 端来的馒头蒜泥没吃啊 赶快把他妈叫来 说老太你快看看 你儿子光练字 他不吃饭 老太来一看 得 原来王羲之啊 用馒头炸着墨汁吃下肚子 嗯 竟然把墨汁和蒜泥捣混了 你说练字练到这个程度 那也没谁了 王氏一行人呢 先是来到南京 后来呢 又被家里人关照 说来到快积山音 就是现在的浙江绍兴 他做了官 要我说 这家里势力这么庞大 前路都会铺好了 那做官 怎么也得顺风顺水吧 可人家偏不 这个庙堂对王羲之来说 那是酷不堪言 为什么这么坎坷呢 还是有个因素 至关重要 就前面所说的 性格 要不说是性格绝对命运 哎 有一个事儿可以很好地体现 从小养成的性格 有一天 朝廷有一个大疆别 就相当于像国防部长 军队总司令 地位高高吧 人家有闺女 准备要嫁人 但一定要找这个门当户对的 后来一听 老王家有几个孩子 那就派人去到他们家看看吧 到他们家一看呢 老王家其他年轻子弟 各个零罗绸缎 正心猥琐 哎 偏偏说 那儿 床上 其实古代的床 不是睡觉的床 就是一个窝榻的感觉啊 有一个年轻人 是吗 坦胸漏腹 丝毫不在意 你爱谁谁谁 然后下人回来 就把情况如实 给这个总司令禀报了 这总司令一听 嘿 这绝对是我好女婿 好不做作吗 真实的表现自我吗 哎 于是呢 就把他招赘陆续 所以才有了个 东床快戏这一说 所以你看 王羲之如此不拘一格 放浪形态的作风啊 若一辈子你要放浪凡间 那可能美事一桩 可要放到朝廷 放到社会上来说 那就得射死 遭了死罪了 所以这个王羲之 做官没多久啊 就迎来了名誉 却丢了前车 叫好不叫做 大理就什么个意思 王羲之他很无奈啊 空有知识之才 但没有地方施展 这当下很忧伤啊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呢 一度的筹闷无处宣泄他 就看中了多少楼台烟雨中的 绍兴山水 在绍兴家里 他有个很大的爱好 是吗 看鹅 有人说了 他是不是爱吃烧鹅 反正那时候烧鹅烤 还似乎没发明 但人家的看鹅是什么 蹲在地上 看着鹅的脖子 来回来扭 咱平常看不出什么 但人家书胜 偏偏从鹅的脖子扭动当中 领悟了这个书法 这个行书的臂力来 受了启发 就仿佛看公孙大娘脸见 你最后自己的书法 也能找到感觉 就这意思 相传的王羲之 是出了一名的喜欢鹅 于是一个有钱人 特有钱 以厚礼求莫保 王羲之说出去 使金钱如粪土 过两天 隔壁老大妈 抱了一只大白鹅 大妈就说 哎呀孩子呀 我喜欢你的字 鹅给你 字给我好不好 王羲之欣然答应 哪成想呢 这是个套 直到看到富商 从老太太手中 拿到自己的字画 这王羲之觉得 自己上了当 落了套了 就愤怒之下 懊恼之下 就把这笔 就扔出了窗外 不掉了个笔 破窗窗户 嗖的一声 就飞过整条 弄它 在前面一座桥 就给停下来 于是呢 就把这个像叫做什么 笔飞弄 而那座桥 就被称为是笔架桥 这故事都要有点玄乎 但是怎样 这个笔力 能把这个毛笔 当作兵器 当作兵刃 啪扔出那么远呢 但不管怎么说 人家王羲之最新书法 下笔入刀 想必的手里也是有相当的功夫的 有个如母三分成语 说的就是它 还有什么提善桥呀 躲破巷啊 借助寺啊 等等名人议事 这其中啊 对王羲之影响最为深远的 蓝亭就坐落在这青山之中 穿过一片竹林 沿着铺设的鹅卵石小路 漫步于青山之中 草木飘香 爽风拂灭 蓝亭就坐落在这中 旁边便是当年王羲之 和其他四十一个哥们 天天开派对地方 开派对怎么取水流伤啊 那么一个饶饶外的 那块小溪水 酒杯子 饶饶晃 晃着谁呢 谁得饮食作对 谁得喝那个酒 当年他们互相饮食作对 饮酒坐落 好不自在 公元前353年 也就是老王50岁左右的时候 他挥鸿泼沫 在此处写下了 蓝亭集序 传说语一事 咱们姑且一说 您也姑且一听 唯独这流传牵过的蓝亭集序 和绍兴的田园山水 还可以管 如果你要到绍兴去 记得去蓝亭那 看看那自在悠悠的白鹅吧 还有啊 绍兴城里 寻常项目当中 隐藏了很多 特别好吃的小馆子 好 各位 喜欢我故事的朋友们 欢迎点赞订阅评论 咱们下期 再见